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的手腕线有两条 第一条表示生理机能状况 第二条象征财富和男丁 拥有三条手腕线的人 头脑聪明 可称为专业领域中的精英 手腕线的好坏与父母的遗传特别有关 你的机运 财富与健康 甚至未来的生育能力 都能从手腕线的形态上反映出来 每个人的手腕线不同 面临的考验与曲折不同 人生的际遇也是千差万别 有的人安享富贵 有的人却贫苦一生 有的人能一夜暴富 有的人却只适合劳而有祸 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一 手腕线有几条的含义是什么意思 一 一条手腕线 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只有一条手腕线 则说明这是不完整的手腕线 寓意着此人在未来缺少亲友缘分 可能会一生劳苦孤独 很难拥有更多的财富 所以当我们发现这种手腕线存在的时候 就要及时调整自己命中的运势 增加自身的财运 二 两条手腕线 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是两条手腕线 则说明您的命运跌宕起伏 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坎坷灾结 而且命中的财运和事业运也不是很好 很难遇到发财的机会 在事业上也难以得到长足发展 需要及时地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改写 如此才能够保证您未来的命运会更好 三 三条手腕线 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是三条手腕线 则说明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手下 预示着您在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会非常好 而且受孕也会非常漫长 在财运方面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 一生的福气非常好 未来会成为一个福禄兽双全的人 但在生活中还是要提防小人 四 三条以上手腕线 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在三条以上 比如四条或五条 则是一种大吉大利的手下 预示着您在事业 感情和求财等方面会有很大的收获 最终不但会找到一个如意的命定伴侣 还会拥有一份极佳的好工作 时不时地就会升职加薪 二 手腕线的形态 手腕线深刻清晰 没有间断的人表示其人精神充沛 身体健康 若线纹有断缺 导纹 或切入一些横纹 杂纹者 其人之精神则见不足 体质不佳 也可能会有小病频出这现象 手腕线第一线成炼状 而其他两线优良 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 甚为劳碌 最后必将获得成功 只有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 没练形 表示年轻时劳碌 许多事总是要经历波折 才能有收获 但在四十几岁后 生活逐渐好转 得以过较顺心的平稳生活 练形越短 好生活来得越早 手腕线上多指纹 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 一生想得显要的名声 若其上指纹不值 而呈现邪乱者 则表示此人 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 不过很有可能 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 三 手腕线上出现辅助线 一 手腕线上有十字纹 作为极向象征的文理之一 十字纹若是出现在手腕线上的话 预示着其人在年轻时期 有着较为艰苦的生活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 便能够迎来稳定和富贵 特别是那些手中感情线外形出色的人 更是可以在结婚后 获得出色的事业发展 从而依靠努力工作 为自己赚取财富 二 手腕线上有新闻 和十字纹一样 新闻也是手向中比较常见的 吉兆文理之一 而且新闻的存在 代表着意外之喜 特别是出现在手腕线 或者是视野线上 意味着命主能够在工作中获得横财 他们的财运虽然变化较大 但是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 有所收获 此外 这类人的理财投资能力 同样也很出色 可以通过正确的投资 为自己增加收入 三 手腕线上有三角纹 大部分人的手腕处 有一条手腕线 如果有三条手腕线 只要其中任何一条手腕线上 有其他纹路形成的 像三角形一样的纹路 如下图 这种人必定会大富大贵 能够从自己的祖上和父辈 得到大量的家产 并且这种类型的人 天资聪颖 拥有奇才奇志 自己创业或者从政 都能取得非凡的成就 自然会钱财满仓 富贵无人能比 四 手腕线上有树纹 这是指手腕线上存在短小的树纹 直直地插在手腕线上 这种线纹对于命主运势的影响 同样很大 如果其存在的位置 靠近手腕线的中央部位的话 说明其人在中年阶段 有着不俗的事业运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线纹的长度 也会影响命主的财富收入 一般来说是越长越好 五 手腕线上有导纹 非常糟糕的一种纹理 导纹的存在 无不预示着麻烦和危机的出现 手腕上有导纹的话 说明其人的性格比较重力轻易 非常渴望获得财富 但他们的愿望很难实现 相反倒是容易身患重病 六 手腕线上有链状纹 这种掌纹是在手腕部分形成链锁的 而且线条清晰 通常有这种腕线的人 都是大气晚成的人 需要在早年经历更多的困难 应该培养这种人的自信和热情 当心智成熟的时候 就能够利用自己所积累的所有人脉和经验 七 手腕线交叉 如手腕线诚实自行 杂乱 表现这种人体质差 身体爱有小毛病 女性往往有月经紊乱 生育困难 子女缘浅薄 男人有肾虚的问题 更应该加条理 注重养生 八 手腕线断断续续 手腕线不连贯 是精神缺陷的表现 女人轻则有卵巢问题 男人轻则常咳嗽成病 例如出现手腕线一断 更要注意身体 适当补充营养 四 手腕线看健康生育 手腕线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 且肌肤细润者 其人之神经系统健康少见病变 头脑聪慧 处事有条理 生命力旺盛 所以情质欲望也较高 反之如是皮肤粗糙 肌肉松垮垮的人 其健康状况必见不佳 此外 当手腕线出现如下形态时 也预示着其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 尤其是生殖系统较弱 恐怕会有生育方面的困难 一 手腕线成功型 手腕线第一条成功型 不论男女都有生殖系统的疾病 恐有生育或流产的困扰 三条手腕线都是功型 不能生育的几率提高 请记得在生育前去看医生 及早调养 有病治病 不然提供胎儿良好的受孕环境也是好的 二 手腕线成炼状 这是肠胃器官不佳的讯号 如果同时不见第二三条手腕线 则身体更虚 同时野主一生劳碌 非常努力才能有收获 工作辛苦和身体差的关系 可为肌劳成疾的互为因果 三 手腕线支线流入掌内 手腕线第一条和生育能力有关 手腕线支线流入掌中 如图示 不论男女均表示生殖系统不佳 不利子女 谷有云一支线损失一胎儿 现在医学发达 可透过许多方式给宝宝安全的生长环境 不过你需审慎处理生育能力较弱的问题 四 手腕线位于手掌下 女子有此闻者 亦有妇女病 生产时需注意血崩的发生 小孩亦流产或是夭折 男子则有精虫稀少 难受孕的困扰 五 手腕线有断裂斑点 许多人手腕线有断裂状况 这是身体衰弱并有暗急的表示 特别要注意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的维持 尤其在年纪渐长后 关于定期健康检查 该做的不可以偷懒 六 手腕线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 女人容易有越式方面的问题 受孕较为困难 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 男子容易有拜肾问题 精气神差 关节及脊椎骨及膝盖容易有无力寒冷的情况 需注重休息养生 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记得下次与您的分享